就可以了,好,我們七點半那我們就準時開始了 麻煩莊大了 好 各位大家好,非常謝謝 你們來參加這個,我還以為應該只會有 各位數個人,就沒想到 有快20個 謝謝大家 我的名字是 莊文莉 我現在是在 我在當替代藝啦其實 但是我有跟朋友還有一些 同學去弄了一個 新創公司 然後我們想要做 中文世界的 Chat View 所以 就是我就有在研究這個中文 段詞,中文處理的部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有用到感覺好像還不錯的方法 這是我們公司的 目標 就是 就是 我們有用了自己那個 Wit.ai 或 Abi.ai 發現他們的 中文功能都不太好 而且有點 難用 就即使是工程師 都有點難用 所以我們想要自己做一個 給自己用 也給大家用的東西 好,那如果 有興趣的話可以 讓我們網站看一下 OK 我今天的大綱是這樣的 我們先 介紹 段詞 怎麼做 包括 最簡單的 從不用training的 長詞優先開始 然後到一些 監督室機器學習的方法 然後接下來 就會介紹 常 的中文段詞的工具包 還有他們的用法 那最後我們講 要怎麼把一個 和一般 領域的 段詞器 把它喬到一個特克制化的 段詞器 去用 OK,那如果 各位有問題的話可以隨時 打斷我 OK嗎 我就開始了 OKOK 麻煩了 中文段詞 很明顯 就是 這是大家學 覺得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人腦 譬如說我給你一句話或一段文章 然後 你會發現你在閱讀的時候你理解的 你理解的單位是兩個字 或者是三個字 就是你不會看到 美 國 就把它 當成兩個字來解釋 它兩個字合在一起 但是會有不同的意思出來 所以一樣 到了 在電腦要處理的時候通常 幾乎 所有的中文 處理都會先把它 斷開來 就像這樣子 上了一段新聞 然後我們用電腦把它斷開來 會變成 美國股市 週一 水 投資人 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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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OK 這就是所謂的 中文段詞 那 中文的特性是這樣 詞 我們把它叫做word 那個字 一個字一個字 我們就把它叫character character OK 那 詞是處理 詞義或是說語義的最基本單位 所謂的基本單位就是沒有辦法再把它分割下去 像剛才的美國 你沒有辦法再把它切成 美跟國就是分開來看 把它 把它當兩個意思來看 OK 所以美國就變這個兩個字串 兩個字的字串就變成一個 具有完整功能和語義的 的一個單位 那如果你對語言學有興趣的話就叫做Lexical Unit 它跟 第一點就是 中文的詞跟詞之間是沒有分割的 我們的寫字的時候都是黏在一起 像 我們 像標題有兩個詞嘛 中文跟特性 這兩個詞之間是沒有 沒有像英文一樣有空格把它分開來 所以電腦要去分的時候就不太容易 那第二個是斷詞力度的問題 所謂力度就是你斷的詞要大還是小 譬如說 最大 有一個詞叫最大 那我們應該要把它斷成 最跟大的 還是要把它合在一起變成 最大這個詞 或者是像 記者會 董事長 這種詞 我們要到底要把它就是 斷成 董事長 還是董事 跟長 或者像行政院主祭處這種有階層 階層意義的詞 就是要把它斷到什麼多長 斷到什麼程度 那第三個是比較 最困難的是這個斷詞的奇異性 就是說 從第一點跟 第二點 我們常常會有不同種的解讀方法 像 小明從前門進來 結果從前也是一個詞 前門也是一個詞 那機器在做的時候就很小容易搞混 那第二個就是PTT 上面之前好像很流行的梗 台南市長榮中學 跟台南市長榮中學 這個斷法 兩種解讀都可以 那電腦要做的時候 就會有 ambiguity 就是它會 搞不清楚到底是要哪一個 OK 那第四個是說 因為語言是變動 我們常常會有新的詞跑出來 那你在舊的模型 你以收集到的data都一定是舊的data 那你怎麼從舊的data去找出有可能 有可能出現的新詞呢 或者是說看到新詞的時候你要怎麼 去正確地辨認它 這四點是斷詞的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OK 那 我們想最簡單的斷詞方法就是 通常就把它叫做什麼 最 長詞優先斷詞法 或者叫做貪心斷詞法 或者叫做向前最大 匹配斷詞法之類的 很多 很多這種稱呼 那它的做法都是先準備一個詞點 那你就暴力的把你所有知道的詞 通通把它列出來 好 归在一起 放在一個dictionary 會set 會個list 隨便 反正就是變成一個詞點 然後 接下來當你 當你拿到一個沒有斷詞的中文句子的時候呢 你就從左邊第一個字掃到最右邊最後一個字 然後每一個字 都去找 都往後找 找到最長的一個 在字裡面的詞 那你就把它斷出來 好 斷完之後就繼續下一個字 那如果都在字裡面都沒有找到呢 那它就是一個 單字詞 就是這個字本身單字就成詞的意思 那這個方法很簡單 也很容易做 等一下會有Python code大概十幾行 那它的 但它有很多變化 就是有人覺得從左到右 不太好 要從右到左 這樣子反一下掃過來 有人又覺得說 好像這樣兩個都不太好 我們應該想辦法把句子斷成 最少的詞 這樣斷出來比較精確一點 你要做到這件事情就用Dinani 就用DP去做 但我這邊就不會示範 有些人又更 吹毛求疵一點了 他 會有很多的 會有很多的規則去限制說怎樣的詞該斷 怎樣的詞不該斷 這就是 稱作所謂的RAWBASE 那這邊只示範就是 從 從 長詞優先短詞吧 好來 你看到一開始就是 我們先找出來字典裡面最長的那個字 有多長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從 輸入字串的第一個字開始掃 往後掃 只要 就是從 最長的 長度開始 只要你的最長那個長度 取到了目前的長度是在詞典裡面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最長的字當作 最長的詞當作 當作 叫什麼 詞的邊界 這樣懂嗎 好像 不是很理解 我們看一下示範 譬如說我建立一個Lexicon Lexicon就是詞典的意思 然後裡面就有三個詞 就是小名 跟前門 跟進來 那我碰到了 我碰到了一句話叫做 從前門進來我要怎麼去斷呢 從第一步 我先從小這個字往後 往後找 看看 有沒有從小開頭 然後又在字典裡面 然後長度又要最長 然後我就找到了小名 所以我就把 句子裡面的小名拿掉 然後放到切好的Token裡面 第 第二步 第一步 就是剩下從前門進來 他就 從這個字往後找 然後發現 字典裡面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字 所以代表它是一個單字詞 然後我就把它切下來 第二步一樣 由前 往後找 找到前門 切開 剩下進來 然後在字典裡面找進來 有 那就把它切下來 所以我就 第三步的右邊 就是 我成功的把它切開來 那你很明顯你會 看到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 我的Lexicon裡面有從前的話 我就切錯了 所以會有人覺得要從 後面反過來切 就是從來開始往回照 但是你也會發現 這種樣子也一樣會造成 ambiguity 它沒有辦法去 正確的理解它的意思 因為它 其實這是跟上下文無關的 它完全只看 目前你處理到哪裡 那就在字典裡面找哪裡 它跟你前面 它跟你前面 斷出來的東西 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就是說這個方法 並不會去考慮 上下文之間的關係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 所以現在比較 現在比較流行 大概 20年前開始流行都是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去做 原因就是因為斷詞跟上下文有關 不但跟上下文有關 而且我們可以把每一個字 文章可以當作一個 character sequence 我們把這個sequence 可以當作 序列標記的問題 也就是我給每一個字都給它一個標籤 那常見的方法 基本的方法就是把每一個字 對不起這邊有寫錯 應該是每一個字都標上 bei或u這其中一個 OK 那標上b就代表 這個字 是某一個詞的開頭 and呢 代表這個字是某一個詞的結尾 那標上i就代表這個 字是在某一個詞的中間 既不是開頭也不是結尾 那標上u呢 就代表這個字是一個單字詞 OK 那你可以照這個網站 這個 這個2005年 十幾年前的一個比賽 可是它目前還是 一般人最容易拿到的 斷好的語料庫 就在這裡 bakeoff 2005 OK 它裡面大概只有 不大 大概只有幾Mega的資料 可是已經有幾 幾萬篇文章吧 我記得 一切段好的 標好的 你如果想要玩玩看的話就可以拿來玩 好 那所謂變成序列標記就是 這樣的 假設我們的x 是 字 y呢 是對應的標籤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讓機器學出來這件事情 就是把 每一個字 都 標上 一個標籤 那如果標上 像如果 前兩個字邊標成be 那就代表 前兩個字是一個詞 OK 那如果有一個字邊標成u呢 就是單字詞 那如果有一個字被標成bie呢 那就代表 這是 如果某一段被標成bie 那就代表這一段 就是一個 三個字的詞 OK 好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用很多很多 機器學習的方法去做吧 譬如說CRF 譬如說 Maximum entropy 或HNN 或RNN 都可以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 很明顯你可以發現 b後面一定要接的是i或者是e 它不可以接成u 同樣的 e 後面 e後面 就代表一個詞結束 它只能接成b或者是u 不能接到i 那一樣 i後面 你只能接成i或者是e 所以它的排列並不是 並不是任意的 它是有一定的規則的 就是說你不能隨便 隨便就給它一個標籤 OK 好 那你要做到這件事情呢 你要嘛就在模型裡面直接考慮進去 譬如說CRF 跟HNN 還有Maximum entropy 它都可以直接考慮這件事 就是你只要把非法的路徑給它 權重給它調成0就好了 但如果你用RNN的話就有點麻煩 就是除非你去改RNN的結構 讓它去 naturally 學到這個特性 不然的話你就要在事後用擺特比去掃 OK 那用擺特比去掃 有點 的效果通常都不太好 所以呢 這是少見 機器學習的斷詞法 是少見的 類成經網路還沒有超過傳統 模型的 一些 幾個項目之一 OK 好 那常見的中文 斷詞工具包 所謂常見就是 就是你很容易找不到 然後它的來源 它的功能也很穩定 然後它的 理論基礎也有 也有學術公認這樣子 業界公認這樣子 OK 那比較多的就是這幾個 第一個是 我們中研院做的CKIP 它號稱是全 華人 還是什麼全華文最準的斷詞器 不過呢它實際上非常的難用 因為它 免費版 它沒有離線版 它只有線上版 所以也無所謂什麼Python interface 因為它本來你所有東西都要用那個 HTTP Socking的鋸袍 而且它每天早上 都會維護 所以你的程式 沒有辦法 24小時不間斷的 去使用它 OK 所以它也無所謂什麼隨裝機用 因為它根本不能裝 它有離線版 你只要去跟它 跟中研院買 你就會有離線版 然後你也可以加自定義詞點進去 不過它加詞點的方法非常非常的複雜 就是你可能要 找100個檔案 才會看到它那個 詞點到底寫在哪裡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那就是不太可能真的拿來用 雖然我們國家花很多錢做了這個東西 也收集了很多 預料 可是實際上 非常的不好用 那第二個是Stanford出的 Core NLP 這非常的有名 如果 這有名到外國人都以為 這個中文段詞 就只有Stanford這個可以用 OK 那它的模型是用CRF 然後它是用Java寫的 整個Stanford的 Core NLP 都是用Java寫的 所以用Python用起來 有點 麻煩 而且它的Java的API 也設計的 並不是很好 然後它如果 你要自訂 字典的話 基本上也是沒有辦法 應該只能重勸它 那後面四個 都是大陸做的 所以它們 最好的資源都是簡體 這等一下我們會講 怎麼處理它 那四個是 最有名的應該是 捷疤 應該如果你去 Google中文段詞 就會出現這個 捷疤 但是 它是用H&M做的 H&M 的Performance 並不是 很好 應該是說 等一下你會看到 那個數據 它的表現並不是太好 可是它設計的 讓人家非常好用 它也很有名 所以我也把它放進來 那其他還有幾個 NLP 很強的學校 都在大陸 就是 清華大學 哈工大 還有北京的 中科院 那他們也都有出 中文段詞的工具 效果也都還不錯 但是哈工大的 工具包有點 肥 就是你說要下載它的 它的Python wrapper之外 你還要下載它的模型 還要下載有的沒有的 NLP IR跟 那個 你叫什麼 Sulac 就是清華大學的那個 這兩個 還蠻有名的 效果也不錯 對 但是我覺得中科院的用起來有一點慢慢的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今天等一下介紹的會是 結巴跟 這個 THULAC 這個 Thulac OK 好 那 有人很好心的去把一些 把這四個 有名的 Toolkit 去做了一些 評測 然後它是拿公開的 Dataset 你也可以拿到 就在這個MSR 這是Microsoft出的 然後這是PKU 這個是 北京大學的 余料 OK 然後他們斷出來的 效果是 這樣子 OK 那你會看到 Precision跟Record 還有 Time Time就是他們花的時間 知道 Precision跟Record 是什麼意思嗎 OK OK 我不太清楚 Precision就是說 你斷這個 斷出來的詞裡面 有多少是正確的 那Record呢 Record是說 所有正確的詞裡面你找出來幾個 OKOK 那那個F1是什麼意思 F1就是 Precision跟Record的 集合平均 就是說你不能只考慮Precision 因為 你想嘛 如果你只要 追求斷出來的詞 都是正確的 這個比例的話 那你只要輸出 你最有信心的就好了 譬如說你看到我 跟我們 你就輸出 你的Precision 永遠都是100% OK 那你的Record就很低 那同樣的你也不能 只追求Record 因為 Record的意思就是說 正確的詞你找出來 多少 OK 那你要怎麼追求它 很簡單 你就把所有可能的詞都output的一次 就是 你就所有的 N-Gram B-Gram Tri-Gram 都output一次 那你的Record一定是100% 但這樣你的Precision 就會很低 對 所以不能 單方面的只看 Precision 或是Record 你要把 通常都是綜合 把它綜合起來看 這樣子 對 結論就是 看F1 越好的就越好 那個Time當然是越低的就越好 OK 那這樣可以看起來 就是以時間來講 以速度來講 前兩個是比較好的 就是Thulac跟結巴是比較好 那以 F1的分數來講呢 結巴好像都遠遠弱於其他的 看好 有看到嗎 就是F1 結巴都只有 80%左右 81%左右 可是其他都可以到90 所以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 你自己試試看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結巴要斷出來的效果 好像 好像 並不是很好 但是也沒有那麼差 所以它 而且它 而且它也很快 所以基本上它還是很好用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介紹 前面兩個 F2Lac跟結巴的用法 OK Reference在這邊 只有兩個你可以點進去 OK 好 那這兩個 Toolkit 都提供了 PIP 一鍵安裝 所以你只要 打這個指令 就裝好了 很簡單 好 那載入呢有點不一樣 就是 一個是結巴它可以支援 這個 叫什麼 Single Instance 還是叫什麼 Static Method 就是它可以不用生成一個 一個Instance 就可以直接呼叫它的 它的 它的方法 OK 那Single app 可能你要先 建立一個 它NLP的Instance 你才可以去用它 OK 那這樣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好 那不一樣的是在斷詞的部分 他們斷詞的那個韓式都叫做cut 就是把詞給 切開來 好 那結巴你就可以直接用 結巴的cut 但是呢這個東西是一個generator 所以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 Sequence List的話 就還要再 用那個 List Constructor 把它包一次 不一樣的地方是 Sulac它的cut 它會同時回傳 斷詞 的詞 還有它的詞性 就像我這邊寫的 它是一個list 然後每個list 裡面 list裡面的元素 還是一個list 第一個是詞 第二個是它的詞性 詞性就是 什麼名詞啊 動詞啊 形容詞啊 不過它分得很細 就是你有什麼 就像形容詞來分成 類似動詞的形容詞 跟 不類似動詞的形容詞 還有 類似副詞的形容詞 這種動詞 OK 所以你要拿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只要斷詞 你只要斷詞的話 你還要手動去把它的第0箱 給拿出來 應該你就會得到 得到斷好的 切開的句子 到 目前有問題嗎 我發現我好像 講太快了 還要其他答案有沒有什麼問題 發問 因為我對剛剛那個 因為我 第一次接觸那個 Python 可以詳細問一下 那個是 for乘以印 那個是什麼意思嗎 for乘以印 for乘以印 然後 sutaka 那個 就是第 右邊的那個 was 那個 for 那不是乘 那是x 喔 那這句話的意思 是什麼意思 就是對於 後面那個expression裡面每一個元素 我們把它叫做x OK OK x0就是 它的地零項 然後 整個東西不斷的重複 最後把它放到一個 list OK OK 我看懂 然後那不是乘 那是一個變數 我把後面的東西弄出來之後 隨到那個變數 就是 不是弄出來 是 每一舉他 列舉他 列舉他 OK 謝謝 謝謝 當你在為一個客戶在 在做一些專案的時候你常發現 段詞的準確率不夠 準確率不夠就是指剛才那個f1 score很低 這是因為呢 在 在 現有的工具中 在存在的工具中 他們大部分 訓練的時候 他用的預料部都是 新聞 書報雜誌啊 或者是演講稿 對其中新聞大概佔了百分之 通常都是50%以上甚至都70 然後小說啊 什麼 小說雜誌 或者是一些 政府機關的公文 法律文件那些佔的比較少 不過大部分都是這樣的資料 他這種資料呢 要嘛就是年代久遠 有多遠呢 如果你去看 中研院的那個預料庫 他大概是民國 80年左右的新聞 對 所以那個時候用的詞跟現在用的詞 已經有非常大的不同了 也就是說 一定的嘛 就是我們現在 創造出來的詞 是不可能在80年的新聞找到的 所以他既然找不到呢 如果 斷子其實要正確的把它斷出來 那唯一的方法 就是強迫他去學會怎麼認識新的詞 可是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做到這種事情 所以他就直接斷錯 另外一個原因是 這些新聞書籍演講稿 它都是一般領域的 所謂一般領域的意思就是 它涵蓋了很多各個方面 譬如說像新聞就會有 娛樂新聞 政治新聞 或是財經新聞 跟科技新聞之類的 OK 那這樣的資料做出來的模型呢 如果你把它印 拿去套去 生物或醫學 的文章上 那它當然 很多詞就會認不出來嘛 這 這應該 很容易想像 OK 那同樣的 如果你把它拿去套什麼 賭博啊 或者是 美容美髮啊 或者是電動玩具這種 形容跟電動玩具相關的文章 它的 它的分數就會掉得很低 最後一點是 像新聞書籍這種 這種資料 它的用語都是 正式的 就是說它的標點符號是正確的 然後它的 它的語法也會是正確的 然後它有 非常 然後它的句子一般都比較長 它的 它的用詞也都比較 比較 嚴謹一點 OK 所以它 跟你 不一定會跟 你實際要用的 那個領域是一樣的 那 等你真的用到這個特殊領域上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有非常嚴重的 我們把叫做 Grafogus drop 就是說剛才雖然 F1的成績都可以到90幾 但是你實際去測 如果心理運用的話可能都只有 60到70 60到70的意思 可以 大致的認為 就是說 它只能認出60%的字 然後它找出來的字裡面呢 也大概只有這個60%是正確的 可以大概是這樣子認為啦 不一定是這樣 不過 意思很接近 好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如果這種情形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 就是 我就把這個特殊領域的 文章全部都標一次嘛 就所謂的建立大規模的特殊領域的資料 但是 標這個東西其實非常非常花錢 所以基本上 不可能做到 花錢 花人 也花時間 所以我們要以最小的力氣 去實現這個domain adaptation 我不知道這中文翻譯 台灣好像沒有它的翻譯 那大陸好像把它翻成領域 自適應吧 反正就是說 我拿一個 一般領域的東西 然後我想辦法把它硬 喬到這個特殊領域上 然後讓它的表現 會稍微好一點 這個 硬去 硬去喬它的過程 就叫做domain adaptation 我們做NLP或做data science 常常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想像中 在我們 在學校裡面 我們碰到data就是有 很多很多的data 然後呢 都是人家清乾淨弄好的 然後也是人家標記好的 所以你就直接拿就直接用了 就是 我們 在畢業之前的期待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畢業之後到了 工作上碰到的實際情況是 我 沒有多少data 在學校裡面 動不動就是幾萬幾十萬或者是上百萬 那你在 在實際上 大概有的小的只有幾百筆 大的也有很多 所以第一個重點data可能不多 那第二個是 就算有很多data 通常都是unstructured 跟unlabel的 意思就是說 它的data非常的髒 很髒 當我們講很髒的時候 意思就是 各種 各種 雜訊混在裡面 就是 像如果你去下載那個bakeoff的data 那它的都是 一個 一篇文章一行 那就是純粹就是字 把它分開來 可是如果你在實際上拿到的data 那通常都是 可能是html的頁面 可能是 PowerPoint 或者office 轉成文字檔 可能是PDF 去轉成文字檔 對 可能是很雜的 很雜的 反正就是 很髒就是 也可能 也可能是使用者填的 然後填的非常的不明顯 就是所有東西都擠 所有你需要的資訊都擠在一團 然後呢 當然也不會有人告訴你說 它正確的斷詞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unlabel的 OK 很髒的叫做unstructure 然後很 沒有標好斷的情況 unlabel的 OK 那第三個現實呢 就是 就是 我們的確可以請人來幫我們 清理這些資料 但也可以請人來幫我們標出正確的斷詞 可是 我們沒有錢 像Google那樣子 大規模的去請幾百個人來標 我們只能請 就是個位數的人 然後標個少少的data 比如說一兩千句 可能就很多了 然後幾千句 這樣就 非常 這樣就 很多了 OK 所以 克制化的重點就變成說 我怎麼在這個現實底下 去盡量把我的 performance拉起來 最簡單的就是 加字典 加字典 很直覺 就是說像剛才提到的 在training data裡面沒有出現的詞 他是幾乎認不出來的 好吧 那我就告訴他哪些詞是有的 我手動告訴他 這樣子可以了吧 所以你就是要第一步 你就要先定一個 新的詞點 OK 那這件事很容易啊 因為你只要想 你只要 從你的腦裡面 找出來 想一想說哪些詞是這個領域 特別常見的 那我就把它加上去 這樣就好了 譬如說我在做 如果我要做一個 賭博的chatbot 賭場的chatbot 那 客戶很可能會問我 一些跟賭有關的東西 譬如說 那個 籌碼怎麼換啊 然後 飯店啊 還是什麼 機器 什麼知曉活機如何啊 有多少台啊 然後 轉盤啊 什麼東西的 那這些詞呢 在新聞裡面 在書裡面 在演講稿裡面 通常是不會推到 所以你必須手動的去告訴 你的模型 你使用的 模型說 這些詞是真實有的 而且是必須要考慮的 OK 那像剛才給的那些 我講的那兩個 傑巴跟 他們都有加字典的功能 那你不但要加字典 你還可以去設定它的權重 就是這個權重有多重要 這個 別的字的權重都是由 模型本身給訓練出來 或者說學出來的 對 所以你要手動加進去的時候呢 就變成非常 非常難設定 因為如果你設太大的話 那就幾乎就是 我們 一開始講字典斷詞法 就是你只要看到長得一樣了 你就直接把它斷出來 你不會去管上下文 那如果你把權重設得太小了 那根本就沒有用 就是 就算看到了 它也不會認出來 所以就變得很尷尬 那如果你只有一兩個詞 要這樣子加呢 或許你還可以用手動用眼睛去看一看 那如果你有一百個詞要加 基本上就看不出來了 就是說基本上就沒輒了 就是 你根本就不曉得 什麼樣的權重比例是對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這些專有名詞 是列不完的 就是說 我們只能想像我們想像到的東西 就好像我要做一個 電商的斷詞器 那我只能想像這個電商 大部分的情況會用了什麼詞 可是那是我的想像 它不一定在真實世界 真實世界也是這樣子用 所以 重點就是 所以意思就是 人力有限 沒有辦法做出來 可是這個加字典方法還是非常好用 如果你的資料不多 你的詞也不多的話 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來看 那你在結巴跟這個數量 裡面要加字典 其實很簡單 你就開一個新的檔案 叫做 udic.txt 然後一個詞一行 一個詞一行 一行一個詞 然後再把它載入進來 然後 好那這兩個torky就會去考慮你列的詞 OK 然後 他們也有辦法可以去設定權重 但是 我個人覺得並不是很好用 就是你要嘛把他設的 你要嘛 就跟前面講的一樣 你要嘛就是不去動他 讓他自己去判斷 要嘛就把他設的很大 然後 可是如果你要設的很大 往往的結果就是 他會硬去 硬去把這個詞斷出來 那如果你這樣做 其實你自己用Regular Expression 先斷一次 這樣就好了 就沒有 沒有必要去弄這個 這麼 計算 繁重的模型 OK 好所以我們就在想 有一些 有一種情況呢 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般領域的大量的 標記過的data 譬如說之前講的 中研院的平衡語料庫 或者是北京大學的那個什麼 北京 北平語言學語料庫 他們都是切好的 然後或者是 LDC還有一個 中文百萬詞資料庫 它裡面 就是號稱有100萬個詞 那這些都要花錢去買 大概 在幾千塊到1萬塊左右 台幣 感覺很貴 但是你如果考慮它的 標記的品質 跟它的量的話 其實並不會太貴 我們假設 已經買了這個 有大量標記的資料 一般領域的大量資料 那我們對於 我們的客戶的 特殊領域的小量標記資料 的資料呢 我們把它取一部分出來標 因為客戶其實 東西有可能也蠻多的 我們也標不完 所以我們只能標集中一點點 可能其中的1%或者是5% 這樣 那少量標好的 我們把它叫做 Labeled Data 就是LD 沒有標的就是叫做 Unlabeled Data 所謂的 UD 那我們要 我們想要達成的目的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用 這個 一般的語料庫 來幫助 我的 特殊語料庫 特定語料庫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語料庫裡面涵蓋的 是 就是 人類 在講話 的 就是包含人類在 使用語言的習慣嘛 就是你所有 你的功能性的詞啊什麼的 都是從 可以從這個 一般領域 來 取得 好 那我們標好的資料呢 可以幫我們提高precision 因為我們標好的 我們就是主動的去 標出來說哪些詞是我需要 哪些詞是我不需要的 OK 所以我只要把這些詞 我只要都 找出來這些詞的話 那我的precision就很高 好 那同樣的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 去重取所有的詞出來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 未標記的data裡面 去找出來 潛在 的特殊用詞 是我 人類沒有想到 OK 好那這邊 在斷詞裡面標記的意思就是 你把詞正確的斷開來 就像剛才 剛才前面的示範的那樣子 可能美國 什麼上週一 就把美國跟上週一之間加個空格 這樣就叫做 標好的 OK 好 那這邊給出一個 一個做法 就是 並不是太 並不罕見 但是也沒有說大家都知道的做法 就是說 可以做到 剛才講的三件事情 好 第一步我們現在 一般化的 大量 標記資料上面訓練一個 模型叫做 msource 那你其實這個可以不用自己訓練 你可以就拿現成的 現成的斷詞器 來用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拿好多個 就是把他們的結果綜合起來 比如說你可以拿4個5個來做 然後用投票的方式 來決定最終的斷詞 其實這樣效果還不錯啦 只是 計算就會算很久 不管第一步我們就是拿 一般化的大量的資料來做一個斷詞器 好 然後我們再用我們的少量的資料也做一個斷詞器 那你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我如果只標了1000篇文章然後去做一個斷詞器 這樣的效果好嗎 這樣的效果 非常的不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去 但是它涵蓋的就是說 你這個領域的專用名詞 基本上它都會認識 它可能不會認識 我跟我們是一個詞 但是它可以認識 但它可以認識 我再想一個詞 譬如說 九陰真金這四個字是一個詞 因為我們 主動告訴它 那接下來對於 Unlabel Data 人員每一篇文章 我們先用 大餘料庫做出來的M source 去做 去找出它的斷詞結果 然後再用一些 我們的知識去找出它潛在的斷詞結果 叫做Y bar 就是Y上面畫一橫 這些我們的知識就把它叫做Nature annotation 跟你剛才用小餘料庫做出來的 斷詞器 MLD 找出來一個東西叫sausage constraint 香腸限制 把這個當作partial label 就是說把這個當作可能的 標記 你現在就要找出來 大餘料庫 大餘料庫斷詞器和這些partial label 差最多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 在 一般領域寸出來的斷詞器 並不認識 這些詞 在這些詞上辯論有問題 那我就把它們 衝突的最多的句子抓出來 那當然就會有很多 好 那再把 這三個東西 一起去 訓練新的 斷詞器 OK 我們現在要講就是這個 很有名的sausage constraint 為什麼叫它sausage constraint呢 因為它到時候的視覺效果就像香腸一樣 就說我有個句子 就叫 老頑童鬥號 你用 銀號 酒硬正銀 銀號上的功夫 這樣一個句子 我們不曉得它正確的斷詞是什麼 但是呢 我知道每一個字 都一定是這裡下四種的一種 對 所以每一個字我就變成好像一個四選一的選擇題 但是就算我完全不會呢 就算我完全不會 我也可以從字面上 先去找出刪掉一些不可能的答案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鬥號 那鬥號它一定是一個單字詞 它不會跟別人 就是不會跟別的字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 雙字詞 或者是三字詞以上 它同樣標點符號 所以這邊就有標點符號 這樣的話標點符號之前 那只能是一個詞的結尾 或是一個單字詞 同樣的標點符號之後 一定是一個詞的開頭 或是一個單字詞 還有句子的開頭跟句子的結尾 那也一定都是 句子的開頭一定是單字詞 或者是 b 句子的結尾一定是u 或者是e 用這些所謂的 natural annotation 就可以找出來 一些不可能的資訊 就會變成這樣 那你把這個東西就好像香腸一樣 就是有大有小 然後中間會用u 這樣子連起來 所以呢 有一個 有趣的稱呼叫做 sausage constraint 香腸限制 OK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視為 所謂partial label 就是說我們不確定它是什麼 但是它只能是這些的其中之一 OK 那如果我用一個很大的斷子器 大於要故作出來的斷子器呢 發現 有些標記並不在 這裡面 譬如說它這個S 這個金好了 它把它標成 標成I 那就代表 它標錯了 那大於要故為什麼說標錯呢 就是它看到不熟悉的字會標錯 就代表 它對這個字附近的 上下文並不熟悉 那我就把這種 大於要酷 斷子器 不熟悉的部分 找出來 然後去train它 用這些潛在的東西去train它 假設它足夠多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拿到一個還不錯的結構 OK 那除了剛才那些natural annotation 前面三個是 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它的幫助也不大 因為 其實很多斷子器 它們本身就 能夠考慮這件事情 即使你沒有 沒有明確地指出來 它要符合這個條件 它模型在學的時候也 通常也會學出來這件事情 那比較有價值的是 如果你的 unlabeled data裡面有一個 HTN有一個tag的話 那那些tag 其實就是 word boundary 就是說tag所在的地方一定是 幾乎 都是 詞的邊界 OK 我們很少 有人把一個詞 然後標在 就是刮在 不同的tag裡面吧 譬如說你要加粗體 結果你只加了某一個詞的一半 這樣感覺也蠻奇怪的 或者是你加一個超連結 結果 你只 你只加了 超連結的前部分 一個詞的前部分 然後另外一部分不成詞 這樣 這樣好像很乖乖的 所以 通常我們可以直接拿HTN 的tag 當作詞的邊界 那別忘了剛才還有 一開始還有講到的 這個雙向的 長詞優先 你可以正向的做一次 反向的做一次 然後它們一致的部分 應該 可信度就很高了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都去做一次 然後把它們 交集的部分取出來 那就可以當作你的 word boundary OK 那 你還可以從資料裡面自己去把一些PMI的高 PMI比較高的HRAM給找出來 PMI比較高 通常就代表 它一定是個詞 它一定是一個phrase 它不是詞的機率實在太低 所以你用這後面這三點 你其實就可以 不用人工 然後就會得到很多詞的邊界 你可以想像這三點拿到的邊界是 針對特殊領域的特殊用詞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三點的 這三點提供的詞訊來學會 特殊領域的用詞 然後用大於藥庫的詞訊來學會 一般領域的用詞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你就會把你的效果 提升很多 好 那 我要講的 已經 講完了 我們今天就回顧一下我們講的 中文斷詞的基本方法 包括 World-Base跟Learning-Base的 的簡介 就是說它的 第一步是怎麼做的 後面講了一些 常用的工具包跟 它使用方法 很簡單的使用方法 然後再講了 我們要怎麼針對特殊的領域去做 調整 讓 你可以最小的力氣 去拿到一個還堪用的斷詞 斷詞器 好 那請問這樣子有問題嗎 大家有沒有問題要提出的 那個 貼得到嗎 貼得到嗎 請說 那個 剛剛說就是 像那種 大餘料庫 或小餘料庫的 訓練 就是 就是實際上它是 你會怎麼做 做訓練的 就是用什麼模型 或用什麼 大餘料庫 對 訓練一個斷詞器是要怎麼訓練的 對 實際上你是 OK 這個M source 大餘料庫上面的 斷詞器 我們都是直接拿現有的工具就來用了 對 現有的 現有的 對 譬如說結巴 跟 它本身就帶有訓練的 功能 喔沒有 沒有 要第一寫的 沒有我們就拿現有的 它本身就是 它本身就是訓練好的 我們就不另外去 就直接拿 喔了解了解 它本身就是 它本身就有 謝謝 還有其他答案有問題的嗎 快有人貼了一個 CKIP的 連結 喔 對啊它就是說 中研院的那個 平衡預料庫的來源 然後 我記得大部分是新聞嗎 然後 看看我們這邊看是黑黑的喔 有沒有切過去 OK 不好意思 好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吧 就是這樣做法 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 我講錯的地方 也麻煩把它 指出來 雙向長詞之外 有沒有人考慮過 將這些長詞串上下文 付予機率值 或權重 有 你可以拿已經有的 語料庫 然後去統計它 做一個語言模型出來 語言模型 就是 可以用 Ngram model去做 然後呢 你在 雙向 那個 叫什麼 字典斷詞法的時候 你 考慮的目標就不是 最常匹配 而是 它做出來的機率要 最大 好 那這個想法呢 你再延伸一下就會變成 Maximum Entropy 然後你就會變成 Learning Based 的training方法 OK 好 如果你 不喜歡這種training 你也可以去 考慮就是 因為 中文有 有70%左右 是 雙字詞 二字詞 雙字詞 這個數字跟 一般調查都是在 60到80之間 就取個平均那個7乘5左右 7乘5都是雙字詞 所以你可以先去找 最有可能的 Bigrant出來 雙字 最有可能雙字詞出來 那你的句子就變 1分為2 那你就可以遞毀的去 做它 這也是一種方法 OK 通常就是直接把那個Language model的 Likehood 當作權重了 OK 這樣有回答到你嗎 增強學習喔 請問有可能用增強學習嗎 我好像還沒有看過有人這樣子用 但是我想 你要硬套的話 你這也是可以 我還是沒有 沒有看過有人這樣子用 因為其實 你只要把重要的字 斷得很清楚就好了 譬如說 你今天要做一個 預定的 訂房間的Chatbot 那其實你只要把 那個時間啊 日期啊 還有房型 斷出來就好了 那它其他的 其他的資訊 大部分都是廢話 都斷不出來 斷得出來都沒有關係 是否因為中文 和英文特例差 因為英文它不用斷詞啊 應該說英文的斷詞非常簡單 你就把 空白切出來 大概就解決90%了 然後你只要再處理一下 標點符號啊 或者是那個 叫什麼 標音的記號啊 簡寫 這樣就幾乎就 就是99%以上的 準確讀了 就是根本就不用 不會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所以 是不是因為中英文的特性差異太大 所以不能用增強學習 我覺得因為中英文的特性太大所以 必須用機器學習 那如果是日文呢 那如果是日文呢 日文的話 解八也可以套用嗎 日文也可以 其實我們 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你思考一下它跟語言是 無關呢 就是 因為那個日語它有那種什麼變化型 很討厭 對 因為我不會日語所以我的理解非常有限 但是前面說的這些方法譬如說標記這個 U啊 B啊 IE啊 它其實你可以套用在 阿拉伯文也可以啊 你只要套用在日文韓文上 都可以 然後像這個 Semi-supervised 其實也 也跟語言是沒有關的 像你定字典你也可以定一個 日文的字典出來 然後去那邊最長匹配 都是可以的 事實上有一個 所以斷詞器還是用日文斷詞器做出來 叫做 叫MM7 還是什麼 日文斷詞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也有人用中文 用日文 日本人做的斷詞器去傳中文的 斷詞 然後效果也不錯 就是也有八十九十這樣 所以是可以的 可能是否可以斷句或是比較多個句子是相同的 斷詞 其實通常不太需要斷句 我印象中有處理斷句的時候 我印象中有處理彈句的Toolkit就只有Stanford 而他們的斷句好像是用Rawbaix就是判斷表點符號做出來的 印象中是這樣 比較多個句子是相同的語意這有點 應該說這一步是基礎 但是 它沒有辦法 它離真正的判斷語意還很 很早 因為語言的變化很 很大 比如說你說 我飽了跟 我不餓 這兩個意思 像嗎 很難用字去比對就比對得出來 請問專業術語問答 口語 口語有中英數字打算還有符號 怎樣的策略比較好 什麼意思 我 我不太懂 看不太懂 你方便開麥克風嗎 有人對程式語言斷過詞嗎 有啊 你寫Compiler的第一步不就是Tokenize 就是把也是一樣把Character sequence 變成Token sequence 例如查照技術問答 你是說 有一個有一本書或是一篇文章然後你 你要問問題然後機器會去給答案這樣子 是否有化學化工類的專用字典我不知道 我聽到 對不起 Hello Hello 有聽到嗎 有 我的意思就是例如说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就像刚刚已经讲到的 例如我们理工的东西都会常常是 因素中文混合在一起 而不是像一般ChapBot 那些可能就生活性的东西 因为就我知道的话 在英文上来说 例如说它是可以把 如果有前后RN的话 Sequence to Sequence 它可以知道它会有一个 如果是Enforcement的Learning的话 那它会有一个reward 它可能会判断说 前文跟后文之间的差距 那如果是在中文又加上英文 的这个方面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前文后文让它 如果是Enforcement 的话 它渐渐累积出 知道它前后文的一个 那个 那个award的话 我不是很理解 因为如果有中文跟英文 你可以把中文的部分自己切出来去断 如果你需要断词 你可以把中文部分切出来去断 然后英文的部分就用空白切开来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会念 有时候是会用字母叙述的方式 例如说念个序号 在序号里面会有E 例如说EFG的E跟E23的E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 一些术语的时候 或者是举例来说 例如Aero Code 我的Aero Code 可能有时候它就是E 例如说好了 或者说那个F353 E157 但是它这个部分 你说你要怎么拔 有可能增强这方面 在有数字跟英文字符 它同时出来它的辨认能力的方式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目前这个画面 V1.0加字点这个感觉 其实我还是不太理解 你的问题是 Hello 我刚断讯了 James Todd 你是说类似像目前这个画面 有个V1.0加字点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这方面的它的认知 它的understanding这个部分 例如现在我们讲V1.0加字点 这大家都晓得嘛 一定是那个 那个1.0这个意思 对 对啊 那如果我 我把 好 比如说这个 这个V1.0加字点 这七个字 丢进去 那我可以先把 中文部分举出来 跟非中文部分另外考虑 所以我的字串就变成两个 第一个是V1.0 第二个是加字点 那加字点它就可以中文断这些断 那V1.0就拿去给英文的 Tokenizer去断 分两次的意思 分两次其实 就是一次的 就是你可以 针对语言去 处理 因为 如果你只分中文跟英文的话 那很容易的 因为 你只要看那个 UTF8的 CodePoint就知道了 如果你要分英文跟一些 西欧语系的文的话 那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个因为我会这样问的是 因为如果是从 Voice to Text 这种方式转过来的时候 直接就是用口述的方式 Voice to Text 那它可能就会变错 但是辨认错误之后 那希望用后面的方式 再把它校正过来 我觉得方法就是你在做 Speech to Text的时候 你给出一个 叫什么 Unvest的结果 就是你不要只给出一组 你给出前面的最有可能的 十组 或是二十组 然后你再用Language Model 去把它纠正过来 或者是你用 好像你这种Language Model可以用 就把它纠正过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的语音辨认器 如果可以的话 不要让它只输出 你让它输出前十组 最有可能的辨认结果 然后你再怎么用 用一些方法去挑出最好的 例如说用语言模型 那你用语言模型 应该就可以把你说的 一二三四 这个部分 纠正过来 好 谢谢 鞋发提供的词库有繁体的吗 有 但是我觉得它繁体的效果并不好 所以我建议你会先转简体 然后把它切完之后 再把它兜回来 这个兜回来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你不要傻傻的去用 简体转繁体把它转回来 因为繁体转简体 是多对一 是确定的 可是简体转繁体的是一对多 就是说你转回来 可能你的后天的后 跟皇后的后就会搞混了 所以我建议你用 用对齐的方法 用对齐的 你发现什么是对齐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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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可以吗 所以说你根本就不要管它断回来的字是什么 你只要管说 它断回来的结果 前两个字是一个词 那你就把繁体的前两个字拿出来 那下一个词是三个字 那你就把第三到第五个字拿出来 做第二个字 对齐 不要用繁体 不要用尖转繁 那 好 看起来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但简体我还有差异 打印机 对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因为 我们台湾好像还没有人 很努力去做出一个可以跟台湾匹敌的断词器 最好的CKIP很难用 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对 对 好 请说 考 是考虑权重啊 不是 它有考虑权重 它有考虑那个 它里面也是类似用这种标记的方法 它有考虑说 比如说 权重 就是说 如果老是U的话 那 丸 是 这四个的哪一个的几率会比较大 那如果老是B的话 那这个丸 是 哪一个几率比较大 然后这样子一个考虑一个 之后 然后把所有的整体考虑一个最大的 最可能的出来 最可能的断词结果出来 所以它是有考虑权重的 但是你好像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我就不知道它是这种什么方法 一些网路用于用手动的方式加入 把权重设定最大 感觉好像有一定的准确性 对 你用手动 你把权重设定的比 别的字都还大得大得多的话 那意思其实就是 你只要 就是字点断词法 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字串里面有 有这样的字出现 你不用管上下文 你也不会管它是不是 白痴造句法 你就直接把它断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承重设定最大的话 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先用Regular Expression去先把它切完 然后剩下的再用解法去断 因为那些字不太会 不太会跟别的字混在一起 不太会跟别的字混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 台八是拿中研院的资料 我不确定耶 因为中研院应该是要钱的 因为中研院好像要钱 而且 你就算学术跟他要 他也不一定会给 所以他会拿到 所以他已经造成侵权问题 因为中研院还 就是他们连开园都不愿意 也何况他们的预料库 他们好像又卖给别人吧 所以他就是要钱 我们先把那个麦克风打开来 帮庄大先鼓掌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这个长好多知识喔 真的真的太精彩了 那大家帮麦克风打开 帮那个庄大先鼓掌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然后 稍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看庄大这边有没有补充的 有就是我们有想要征人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想要征这个后端工程师 跟这个NLP的intern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记录例给我 我的email在底下这边 那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这个机会难得 我这个有大大在带 好 那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先到这边 那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在那个 chatbot 那个社团 或者是python的社团 在做QA这样子 好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 也再次谢谢 那个壮大精彩的那个主讲 好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会 就先到这边 好感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咯 谢谢大家